星期三的寶 是孩子的地空 做日來拆土 空間一空 花水冷忌忌 心涼未透開 後來這隻抓純啊 放下鐵底老鄉大海 哈囉 親愛的朋友大家 午安早安 早午餐就對了 歡迎大家再次來到我們的發現農民裡 今天在这部当中 邀请到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 钓鱼啊 钓鱼这件事情是太快乐 太开心了 自古早的乌啦 你会唱鱼翁乐吗 鱼翁乐陶然家小船 身上所以穿手 吃钓鱼干 船头战 坐鱼在竹篮 来人那里就对了 好各位 今天要钓鱼的朋友来来来 介绍在现场的这位贵宾 这是我们鱼翼鼠企划组的组长 王清耀王组长 组长好 大家好 观众大家好 还有听众朋友 鱼翼广播电台的听优 现在在做餐的啦 在做餐的 在钓鱼的 都有 还有透过我们脸书的直播 看到的朋友 记得哦 按个赞再分享 尤其是爱钓鱼的朋友 你今天一定要 大家到小宝市 我们今天有最新的资讯告诉大家 在在虚架钓鱼 还有很多地方有开放了 你可以鱼鱼鱼 有鱼鱼的时候不要说句就好了 还有人说句 多少也是 我只能在 像我在小时候在鱼鱼大 我常常在我们外木山 外木山鱼鱼鱼 看到很多人在钓鱼鱼 钓起来很高 他就笑到锤真的离到这边去 是啊 还有仔细研究了发现 他们的钓鱼不简单 是啊 这有技术的 有技术的 中清的 中漫的 都有 有 你命好之后好 王清耀 咬到了 大咬大咬 大咬大咬 快点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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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钓鱼鱼非常快乐 钓没有鱼也有快乐 就是因为 这深圳的风景 还有钓鱼的孤独感 也有 云市隔绝 对 这是一种很好的台事 你朋友也不要啰嗦 所以这就是一种 特殊的一种味道 没错 但是这个味道 其实是要 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淋 太阳晒 是啊 如果我 不像这样泡 因为泡了真的整身骨干 你不要看他站在海边 钢瓶没啥 看起来好像黑音没啥子 你回去你就知道 是 是 絕對會溜溜溜溜 我也是常常溜溜溜 对啊 紫外线是很强 紫外线很强 整身骨都是风鼻 也是可以 整身骨包得黄黄黄 也是同样的泡 说着整身骨包得黄黄黄 有很多朋友做得很好 就是他基本配备 那是很有 符合的标准 比如说你要有一些救生的设备 要有什么设备算标准 一般来说 在海边还是在钢瓶 因为水水也不静 如果没有救生衣 不小心滑倒 也会造成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 都会建议说 可以作用救生衣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救生衣有 有海边的地方 那不是我们膀胎没力 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海边的地方 滑溜滑溜 对 走两步 那不是我们膀胎不力 是 是 虽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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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蚝蚝也危险 其实港来也危险 因为港的泡河也是 都是鲜鲜 都是韩光 韩光 三公秋以上 如果没人太厉害 或是说 不注意 也是有危险 所以如果我们去冬蜜的朋友 我们也是要学一个攀岩技术 不 Leistung 放最后是要用 要害怕 应该要有同伴 同伴 如果你自己去冬蜜 说起来也是有危险 你还有浓妇的问题 方法学 还是说你在救生衣 這是基本的配備 基本的配備 你如果是專門在賣釣具的店裡 你要穿著教穩 打扮起來也是很拉風 以前有一個公格 鼻子尖尖的 胡子翹翹的 還拿了一個釣竿 那你就可以想像那個畫面是什麼 絕對不是去做艱苦的事情 那是很開心的心情 就是很幸福很快樂的事情 如果要出去的時候 你做了基本打扮的時候 剛才早上有給我們特別提醒 你的救生衣的設備你也要有 還有你的鞋子也要穿著好洗 還有你的釣具 這些都是基本的 可能來的朋友說 紅毛不用你說 這我都知道 說一下你不知道 你知道釣魚釣到什麼會最開心嗎 釣到什麼會最開心 其實釣到魚釣到都很開心 釣到就很開心 但是如果有高級魚 譬如說大地魚 如果說肉質又很好的魚 它會更快樂 釣到魚是最開心的事情 但你要認得這些魚 對 基本上要了解 你的魚的種類是怎樣 但是魚的種類其實 網路上面都可以釣到 魚的種類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來我怎麼按到什麼了再幫我看一下 我在看你們有沒有按讚 看到阿鵝來了趕快按讚 如果中間一家對不對 沒有讚的話我都會講不下去 沒有讚我就要站起來了 像我中間很多人都是站著的 我剛剛這邊現場調查一下 我們這邊有612345個人 有去海釣過的 就是跟人家去漁港釣過魚的 大部分都有 可見的釣魚人數真的不少 釣什麼魚 我網路上查一下 發現很多人釣到那個白帶雲 白帶雲也很好吃 哇 白帶雲 整個這樣 這樣釣到 它的色也很漂亮 銀白色的 對 真有感覺 而且它的手感 釣到那個手感 那個手感 這個白帶雲真好 白帶雲很有力 它的手感就是你釣起來 它會把你拼開了 你知道嗎 它這樣釣到 你也釣到 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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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這樣金光閃閃 有夠漂亮 那個人釣到釣到就在逼了 兩釣 三釣 四釣 有嗎 一般來說 如果可以 有三釣的就漂亮 三釣的就好 對 如果我肥大 更加大 不然會肥大 因為肥大 很好吃 真的是手指頭很好用 我小孩子這隻五釣 其實是用最自然的方法 去看到大自然N次的魚耳 你可以上鉤 有的人還會找一些什麼 白皮魚 紅鴨 兩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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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說黑毛 我現在再說一半 你釣魚竿已經拿著要釣魚了 不要急 等一下組長要告訴大家 現在有很多的漁港 有些地方開放了 那希望大家符合標準的情形之下 讓你釣得開心 釣得爽 釣得心情快樂 有時候釣沒有人也抓螃蟹 也可以 有的去釣到河豚 河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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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就沒辦法做什麼 對 看風的 對 如果不用的 最會彈彈彈你 資源環迴大自然 對 除了這一碗還有什麼 鬼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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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厚 我不知道 我剛才問別人 別人跟我講 別人 你馬上記起來也不簡單 沒有啦 我有嚇到 其實我們釣魚的快樂 也有很多地方希望大家可以配合 因為有很多團體 他們的酒 剛才昨天說 你不能一個人去 怕你危險 所以有一些釣魚 他們有一些團體 像以前電視節目 寶島魚很大 省溫層主持 也有一個人 這邊釣魚 走這邊 這邊釣魚 走那邊 現在我們要說一下 有哪些地方可以開放 因為很多民眾在釣魚的時候 要釣 就說拜託這裡紅爽 這裡紅爽 這裡帶起來 那邊帶起來 都不能釣魚 像我們政府可以開放 比較多地方讓我們來釣魚 現在真的比過去來說 開放很多地方 對 一般來說是這樣 對 對 現在大家哪些地方 很多呢 現在雖然現在雖然說 十倍的魚鋼 開放 當然 我們說比較大的魚鋼 譬如說八道 黑酒 黑酒鋼 這都有開開放 其實本來說 目前開放開放的時候 算北部比較多 北部的釣魚人口也比較多 譬如說去新北市 福龍 火米 水南東 青鵝 壓流 水魚 垃圾 草莉 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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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可以釣魚 因為我們北部釣魚人口也比較多 那些人有 旺海巷 旺海巷 旺木山那有勝負 旺木山也有 旺木山 剛才說的八道 當然 宜蘭是黑酒 高雄現在說一個 只是一個鳳鼻桃 最主要 因為 國地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魚比較不舒服 魚鋼的 食物不一樣 所以說 目前我們漸漸一直都在開放下去 當然因為 因為釣魚 這是 我們希望說 可以很安全的條件來 可以去釣魚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一般海道 還是基調 說起來 也有一定的風險 當然 魚鋼 魚鋼是比較安全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因為你會比較準 你會去修鋼 或是說 鋼鋼鋼 你會給車椅 去鋼鋼鋼 你如果說 沒有休息 還會去鋼鋼 這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說這要真的 真的注意 當然我們也希望 可以算有這個 好的條件 讓魚魚 可以充分 享受這個 休閒的幸福感 休閒的幸福感 一樣可以 鼻子進尖 呼住翹翹 還拿著釣魚竿 但是有一些 也是要有一點點規範 譬如說 我們的漁港釣魚的提案裡面 很多朋友說 希望我們全面開放 全面開放更有可能 大家都可以釣魚 不論大小漁港 是不是要有一個釣魚的平台 訴求是這樣 還有本鎖 便室 也提供一下 不要用任何的名義 我們來釣魚 這要收錢 那要收錢 什麼都要收錢 港邊也需要一些救生器材 我們釣魚的人不知道 比較安全對不對 對 可以比較安全 不是只有你自己釣上安全 我也擔心你的問題 對 聽說 海影太大怎麼辦 有的有公告危險 你還一直站進去 對 自己說不能等本鎖 放在那邊 你就要拿回去 你不一樣拿 不一樣拿 你又要發錢 發錢你就自己叫 還有沒有經過同意 你不能親切停在那裡 送人家停泊在那邊的船隻 你就會被騙起來 當人家在專長知道的時候 就不開心了 你回去避免起來 對啦 最主要有時候 那 denote魚 跟海 existential 跟牢 Terre 跟牢電 他這邊又會 editor 有人知道這季牢會流掉 對抵 destined 是非常危害 是啊 有時候無歸要求 說起來是很沒有水準 但是 bedtimeад的人是會這樣 不會這樣子 為什麼要 tame 大家當天 你有這個要求 但是有的人沒水準做這樣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考慮 其實我們是三業的方便 需要大家幫忙 你只要用釣魚乾 煩到人家不變OK 你去摘的時候 人家要出出禮禮 做到的時候 你就沒水準了 大家是不會做這種沒水準的事情 是替大家提醒不要這樣做 因為會妨礙人家 因為釣魚是很快樂的事情 結果你去反洪的就別人 跟我們像人像中尊 玩家燒爬也是有的 這樣就沒有味道 幸福感 幸福感就沒有了 其實我們台灣已經是很方便 沒有管制的這麼嚴格 但是不代表說不要這樣管制 我覺得現在釣魚的朋友都很有資訊 會自我要求 怎麼自我要求 譬如說我不會去跟人家賺 我不會去親民打給人家賺 我不會去破壞人家的環境 台灣其實很自由 日本的貴賓說一次給你聽 你就覺得天下地了 日本人真的吃龜毛 限制的更多 我念一次你聽說 釣魚的場所 這樣一次可以一個人釣 對 避免跟別人有衝突 還有管制只可以在這裡釣 你就只能在這裡釣 可是我們釣魚的朋友都很了解 很多地方 魚就是在這裡 對 很聰明啊 就不願意去破壞人家賺 大家都這樣擠在那裡 擠在那裡還會衝突 因為經常發生吵架 實有所聞 為什麼會吵架 我在這裡釣 建杖都釣了 建杖我釣了 旁邊沒有了 旁邊在我旁邊 我站在隔壁而已 他都沒有他都沒有 起到外廠所就給他下去了 不可以這樣子 釣魚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但是我剛才特別說 日本人他們限制很多 譬如說你中鑽在鑽的時候 如果有燉東西的 但本鑽的 你不會洗工廠 我們有時候有一個方便 我就這禮拜來釣魚 我後禮拜還要來了 我東西放在彭博鐵旁邊而已 沒關係 沒人知道 胡說八道 老天有看到 不然會釣魚 如果釣魚 釣魚到時候 我後面還可以用 對啊 但是別人說 我如果把你 東西移走 變成說 到時候又結婚了 對啊 有這個問題 不然東西也放不去 你會懷疑說 王親耀 是不是你把我淘汰去 上禮拜我看你像貝姐的造年了 對 釣魚是快樂的事情 對 證得別人好 對 人要釣到我們就很開心 對 要有這種心想 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釣到魚 你說說幾個時候也會有 你說說幾個時候也會有 你說說幾個時候也不要拾錢 是不是 人家沒有釣到魚 我去看人家釣魚 我也很開心 對 有的釣到坦白說 他吃不太多 是啊 他現場也會有的 說熟熟的不會賣 這樣 欸我們也很快樂 因為有一個冰櫃打開來 這樣說 哇 厲害 什麼魚都有 很會釣到魚也很多 那個樂趣最重要 但是 我們台灣人其實是比較好爽 高朋友 如果在釣魚的時候 魚還會大家倒閉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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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因為你釣魚 你釣太多的時候 就營養就煮完 所以這也是要考慮 嗯 不能說取之不盡 用之不盡 有一天 大小魚你都給我釣走了 小魚來不及長大 你以後怎麼釣呢 是啊 所以說這也要考慮 對 太小魚 我們就給他放生 他可以再長大 在大自然裡面 但是說我們台灣人很多人好爽 就是有時候在釣魚的時候 那不是只釣魚而已 因為可能女朋友也有來啊 老婆小孩也有來 對 不然我們穿一些 吃吃喝喝玩玩樂樂的啦 BBQ 對BBQ 對啊 晚上 喝啤酒 對 生意 再弄一個營火啦 對啊 放鞭炮啊 不用中秋節隨時可以烤 對 還可以放煙火啊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種問題很大 因為我們魚鋼很多都是 小魚有這個 油氣的地方 不注意都會營燃火災 這變成說 那個就很麻煩 鑽鑽大家都知道 鑽鑽其實都有那個油氣嘛 你如果說不注意 你如果說比如說煙火 剛才電燃的時候 整個鑽鑽燃燃 那就是生命災散的問題 所以說這要請煮魚啦 就是為什麼說釣魚 釣魚絕對是我們絕對是很歡迎 那就是要有規則啦 要有管理 你如果說沒有規則沒有管理 變成說大家都可以 那可能會大亂 是啦 管理我覺得政府有一個標準在那裡 如果我個人 我標準比政府比較高 真的啊 不要說個人至少門前行 至少我這邊如果釣過魚的時候 我一定把他撕掉 垃圾不落地嘛 是啊 當東西自己帶回去嘛 這是我們自己收養的問題 因為最近來說 其實我們也是去看很多魚缸 部份啦 不是說大大部份 不是少部分的魚缸 也是丟丟的魚缸 反正垃圾放在旁邊 讓人家去幫你處理 你覺得誰要幫你清垃圾 其實魚缸來說 因為要穿垃圾也是有時間性 沒有說要整天都要穿 如果大家都彈的時候 你就整個魚缸就用攔七八糟 今天是攔七八糟 所以釣魚這件事 其實大家是很開心 你知道 那個太陽底下 和風徐徐吹來 然後呢 拿了一個釣竿站在那裡 我其實很佩服釣魚的朋友 那些釣竿也半天一天 你知道嗎 都不會累 這就是因為是舒服 因為他享受那種不同的一個 一個人 但是你看這張照片 各位來 大家來找查 你覺得用我們的標準來看 他有什麼地方不對 我一個人喔 我沒有人釣一釣一釣 一個人釣好像對對不對 可是喔 組長我看他有個地方 我很擔心 對對對 那台機械放在那裡 海高映來的時候 那人跟車子都下去了 他又沒有救生衣 他又有防滑鞋啊 對不對 都沒有好 都沒有好 好你家宰他臉沒有挖起來 不然就跟他漏騷了 這就有什麼 我們也尊重說 一般我們釣竿在魚缸 應該是很快樂 快樂 但快樂我們也會考慮說 這有危險性 如果沒有危險性 當然我也是希望 大家都來釣最好對不對 大家希望方便 譬如說像這個歐巴巴塞來這裡 你又沒有看人家驕車 真的塗到那裡 就是在港邊了 你知道嗎 其實這是 算是歐巴巴巴 其實也有很多都開車 開到旁邊去 他就停車 因為沒有停車的地方 你自己 你把他抖起來 後來的人 就沒辦法去更沉的地方 還是說到港的那邊看 結果你車子撞在那裡 可能交通也是有問題 影響到別人 還有就是 你叫是你壞人 你又不敢塗到壞人 哈哈哈哈 有的求婚是這樣來 是呀 是呀 一台車你剛插在那裡 人家都不去過的時候 你調整天 回來換你起到起不不不 為什麼 人家看不過了 車給你插到 東西給你掛了 對 你也還想起 我們本來是要去找樂子 對 整百度賽回來 是對啦 好多 調魚是很快樂的事情 結果都來跟人在那裡 烏龍 這是不是我們也不必要 所以很多調魚的朋友也是有歡迎說 不然你給我一個更好的環境和地方 譬如說 光臨在調魚的時候 人總有日不出 對 我有吃東西 偶像尿尿 偶像上廁所 對 要去 這個部分其實 這是政府的事情嗎 還是民眾自己想辦法改革 其實喔 其實大家看的條件 因為所有的工都不同 大部分的工也是希望 都要有廁所 但是因為有的工是有水 其實都是人 一般來說 我們的漁友 當時的純長來說 他們都是直接回家 有一點不一定要用到 這個工兵的便所 每一個工的條件都不同 當然我們說 後來有這個事件 人家來考慮說 要怎麼來設置這種 就用流動廁所 就用一般的廁所 最主要就是管理的問題 因為不是說你廁所 都熄一熄之後 你就該管 因為就該管 廁所要清理 要把你進去也是惡臭 惡臭 這是不是說你要有管理 不是說因為 你如果說沒人管理 可能比沒有熄更嚴重 到時候可能是人家說 這到底是什麼所在 我本來大家朋友開玩笑是這樣說 你如果說要方便 你不要太隨便 譬如說在工兵 你想要尿尿一下 男人比男人更方便 就順序就隨便尿一下 但是拜託你 你真的尿在海裡面還沒關係 你就尿在那個防波體 小坡塊上面 太陽再曬一下 對對對 都非常 那米都沒聽 我只想我就真的 那片子就要把它蓋掉 米沒聽 太不舒服 還有釣魚很多朋友 現在有很多是用那個甲耳 用那個鹿 鹿鹿 鹿鹿鹿 但是很多他也要用那個味 去陰到魚一頂多 對 用那個山 小魚小山 對 我都知道 我們可以理解 問題是 你中耳後 你可不可以把它清清乾淨 有的小魚小山 就在防波體那裡 就開始在那裡 你都沒有用砧板的習慣 就在那裡切 切切的味道 釣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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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的用清水清 清也不一定說 不會清洗 但是你如果鑑用一部 譬如說 我們就用一個塑膠的 對 切切絨絨的 我們進行就很好 塑膠的 整個我們就帶回去 那邊都沒有留在車 我們放流拜託的 不便宰的時候 你也拋物線遠一點 到海裡還不會有味道 就怕在那個水泥邊 我又不說過分了 有的山不便 真的吃壞了肚子的時候 那個味道你就可以想像 這也是我們在開放港邊給大家釣魚的同時 提醒大家自我要求的一點 對 最重要對不對 對 對 因為你釣魚 如果大家都沒有秩序 對 大家都沒有安全性 這個我們釣魚就沒有味道了 當然他希望說 也不要跟別人衝突 所以說這就要 你如果說 我們魚準的夾食 跟我們釣魚都可以 互相來合作 或是要用最好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下去釣魚釣魚 所以說大家都可以雙贏 可以算大家快樂 對啊 有釣魚在我們的臉書看我們直播嗎 麻煩你跟我說一下 你覺得哪裡最好釣 什麼地方釣魚最好釣 我自己個人從小在基隆外木山長大 我覺得外木山就很好釣魚 其實基隆 你們都釣到什麼魚先說一下 基隆很不錯 基隆基隆很多地方都可以釣 其實新北市也很多地方可以釣 而且因為 新北市 新北市要看 像淡水開始 淡水到過的人 這個腳踏都是 終於終於 我們屬於沿岸 沿岸其實來講 其實它很多魚種就非常非常 魚種像非常非常豐富 也是很好的一種釣魚的地方 OK 我來補大家給我補一下好不好 給大家幫個忙 你們有沒有私人景點 港口可以釣魚 你覺得又好釣又好玩 又可以釣到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的什麼軟溪 白帶魚 鵬皮魚 、鵬甲、河豚 河豚豚就沒辦法 螃蟹、還有鬼頭刀 這些 你們如果從外面都不一樣 你給我們補一下好不好 對 線上很多人在收看 大家互通一下訊息 除了互通一下訊息以外 我們也是希望安全問題最了緊 不管是登山或是去釣魚 大家都應該要信守一些該要有的規矩 譬如說很多人很煩惱就是我剛才說的本屬問題 大小便的問題 可不可以那個魚兒亂丟的問題 這頭一項 這真是頭一項 再來就是你不要去影響到別人的卸貨區 還有禁止進入的地方你不要將它放進去 還是影響的地方你會知道只有危險性 危險嘛 跟你說危險你都沒在怕 沒在怕沒在怕 還有剛才有說的 有些瀕臨絕種的 還是魚太小的 你就不要咬 那怎麼樣能夠釣魚的時候 我們是雙贏平安幸福的 就是說你要看氣象狀況怎麼樣 還有不要妨礙人家 清潔問題我剛才說的很要緊 你一定要把它弄乾淨 為你安全問題救生醫保險等等這些 通通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海上有警報 有污染垂吊的問題 有一些公共災害的問題 你要注意 還有這個是我們很大的期待 因為很多的釣客 有些團體三個朋友四個五個五個 二十個三十個 你如果有團體的時候 你用自己團隊的方式 來做要求的時候 被政府選擇整個保護比較有效 用人來影響是比較大 對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幫得上一些忙 因為你每個所要有管理 你如果要有管理 才有辦法維持秩序 希望大家如果有一個釣魚團隊 可以來這個地方可以去負責 包括我們便室的問題可以改管 比如安全的問題可以改管 這是最好的一種做法 因為說實際上 我們這個肖像也說 最好是不要收費 要不要收費 可能你就變成 你在釣魚團體 如果要去做一些管理的控制 你要派全人去支援 我們現在沒有收費 都沒有收費 都沒有收費 其實現在就是沒有收費 後天如果沒有管理價出來 他們覺得不需要收費 也不一定要收費 我是這樣說 昨天你聽聽看 我也有收一些清潔費 我也有能力請一個 譬如說清潔人員 我們照時間 今天上午餐到十二點結束 下午餐到五點結束 我清場一下 我整理一下 有尿尿有大便的 有烤肉的 我也給你清清的 現在修理四十塊五十塊 有過分 我感覺沒有過分 但是現在問題 到中央都是幫我方便 過期因為沒有收費 方便就不可以做隨便 對 變成現在你如果說 你不是我的收費 可能大家會有很大的意見 不要收錢 你自己整個好也可以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沒有收錢 整個好 不要送錢 對 我們要有人管理 也是有人管理 你對於團體 管理我們這個 某一個工 當然我們也可以來接收 因為 我們基本上九倍 也是要 我們的市場 還是我們當地的貴婚 還是說我們的 對於團體 管理大家來協商 說我們要怎麼做好 我們沒有收費 也不一定 我們也不一定 一定要收費 因為我收費錢 我也不好 收費啦 我不要收這條錢 是不是你自己整機比較好 對 我們有哪個市場 大家找那些貴婚很好 要搖擾一下 給他按讚一下 有嗎 沒有 目前來說 大部分 不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十八天來說 當然十八天 一般來說 因為都是部分的貴婚 不是說 因為我們部分的貴婚 你就會影響整個 你說要找一個最好 其實說起來 目前來說 因為貴婚 本身比較有 本身有釣魚平台 但是說 你看 也是有 常常有 常常的貴婚 清潔也是很大的問題 我很沒問題 我嫌人 八刀也沒乾淨 對 應該每個地方都有 對 都有 因為這是說 因為 你如果有一個人 等貴婚 說起來 整個都看不見了 是 但是其實國外也是很流行 像這工兵可以釣魚 都會覺得這是很幸福的事情 對不對 你釣釣魚 還沒給你收錢 對 我們去採草莓是這樣 你如果採的話 要先有門票 你如果買了 我還要趁重量 是啊 大海最大方了 我沒給你收錢 我還給你送你拿著回去 我也沒給你穿多重 對啊 這樣有空氣嗎 對啊 因為照理來說 照理來說 照理應該是說 因為你是 休閒使用 照理說 應該是不可以 不可以大量來釣魚 但一般來說 現在政府機關並沒有說 要感謝你釣多少魚 但是我們在國外來說 那是要 你國外所有的地方 其實都要有釣魚鎮 釣魚鎮 釣魚鎮 你來去市府 申請說 我一次釣魚的時候 釣魚鎮 不然你去市府一次付多少 鹿魚鎮 鹿魚鎮 真的喔 我贊成 應該要這樣 但是這就說 我們目前沒有這個習慣 當然因為這是國外的一種方式 不一定要說 我們台灣 不會 我覺得 現在大家 我們的水準都提高 搞不好很多的釣客 其實是希望有這種規範 因為他自己也舒適 是 他在釣魚的環境也不會去屁到死尿味 對 他自己釣魚的時候 覺得海風吹來 最平衝起來這麼漂亮 但是沒人知道你屁到味道 是 如果說有這樣子的證件可以去申請 那未來可以比較有規範性的 我感覺其實釣客會支持 這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雙方都有保障 一方面我們釣客也可以快快滑滑滑 我們這個魚鎮的 一般魚鎮的合作者也不覺得有意見 人家其實大衆都清理得很清潔 對港也不會有什麼危害 安全也沒有問題 當然大家就和平相處 大家有家交幾朋友 沒有人家 這才有發動真的有幸福感 是不是這樣 這個幸福感就是 你知道漁港的功能是什麼 漁船進港 魚鎮在這裡 就已經有危機了 方便 順便給你釣魚的時候 方便也要當隨便 你看日本雖然開放很多港 但是港的一部分的地区 開放給它 有時候的地方都禁止它 禁止它不能去 有的地方不能釣魚 就不能釣魚 人家都有一個規則 它有安全問題 譬如說 特別提醒大家 自己叫你禁止進入 就是叫你不能進去 還有幫你圍起來 黑色的線 黑色的線 是你可以釣魚的範圍 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 你不可以釣魚 紅色的線 你不可以釣魚 但是很多朋友都會怎樣 譬如說 然後為什麼圍起來 一定有它安全的考慮 譬如說水深 或者是浪容易打到 沒有今天不知道 你就看進去的時候 這時候出事 你要叫什麼人 這個我其實不太贊成 有人去登山的時候 氣象沒看 遇到山難 還要怪政府說 孩子不要叫我快 其實喔 其實日本 日本一人都有 就像他們在釣魚都有保險喔 對 他們都有保險喔 所以說你如果看 雖然說 雖然說他很多出來的人釣魚 但是因為他整隻都很清楚 他們知道說 我今天要釣魚 我才會有保險 我就有 我這個定義團體 不然我來去漁肥說 我來申請你 我這邊釣魚 這都是有一種 整隻在那裡 不是說大家做的就要釣 這也是一種 因為我們現在習慣 這習慣老闆也要漸漸 生活在管理面 我們可以說更安全 可以讓大家釣魚 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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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連書上有朋友給我們問說 白療療 博仔療歸港 讚 你說這樣喔 還有一個本人 博子療 博子療 這有開放嗎 有 目前這兩天都沒有開放 但是因為 中國 但是我們沒有去取締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沒有去取締 空間就很大了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比較安全 因為目前這兩個工 雖然是很好的調點 我們要 因為 我們的口路 會感到市民的衝突 我們這個地方 不是那麼適合 所以說 老闆如果真的要開放這兩個工 我們要鼓勵跟當地的媳婦 跟我們的媳婦 好好去參加 為什麼 因為既然你覺得這個地方 好地方 你就要說 要圍一個地方 大家都接收的地方 讓你去找 你最好 怎麼樣雙贏 而且政府是希望大家快快樂樂 從來沒有反對大家快樂 可是怎麼樣能夠快樂之餘 你不妨礙別人 解決方案就是希望 釣科跟業者都能雙贏 安全幸福快樂 然後有秩序有管理的 適度的開放部分的漁港 然後依照漁港的情況 現在設置的這個釣魚專區給大家 你比較安全 對 分所謂問題 分所謂問題 釣具的問題 這些負責管理的團隊 你自己要做好 關政府啦 魚灰啦 跟鑼魚的團體 協商都可以釣魚 什麼地方 設置一個管理規則出來 管理者決定使用者付費機制 這是未來我們希望的方向 不是說現在給你收錢 你現在比柴草莓還要幸福 採草莓進去要門票 進去要門票 哪好你採了多少採莓要趁重量 你現在中什麼魚都給你拿回去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那就是政府是鼓勵大家說 把休閒娛樂能夠開放你方便 因為我們的漁港也希望 我們的漁港也希望盡量開放 讓大家可以使用 但因為我們就怕說 因為這個時候停在那裡 有時候會去沖沖中 對大家都不好 對啦 如果釣魚是一段快樂的事情 那是真快樂的事情 真的 尤其是釣魚最快樂是什麼 不是你釣多少 是真的 那個拉桿 手勁拉桿 釣沒有也是一種快的快樂 有咬有咬 大咬大咬 但是因為大咬不一定要釣有 有的人技術比較不好 我也經常講句 剛才有人說老前輩 自己是咬就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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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 為人在釣魚在釣會釣會釣魚 大家在穿那個大拔 那是什麼 也有點運氣 運氣其實傻味 但是不要說你太隨便的時候 機械 開車都一樣 萬一出事的時候 老天爺 尤其老天其實有時候很無情的 你看看我好像黑音 黑音而已而已 沒關係 我今天就沒關時間 再多兩小時 有的走到岩石上面去掉 漲潮之後回不來 我跳一個 掉到硝波塊裡面去 還要叫執行機來救命 有人因為這樣子連命就沒去 合避 平平安安的 快快樂樂出門 你要平平安安回家 這是最重要 我們很高興看到漁業署 尤其是政府現在給一個很好的熱情 就是多開放一些地方讓大家掉 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的原則就是這樣 對 掉魚大家高興之後 心情好我們做工具會打拼 打拼怎麼會好群人 我們去掉魚 這就是好的循環 這樣還要完結 對 還要想起 上班的時候還要死 再來還要完結 何必 對 這樣就變成壓力 就沒辦法了 壓力就變成對我們身體是一種損害 對魚是很快樂的 絕對可以讓我們自己更平安更幸福 是 就讓大家平安快樂的時候 對魚雙贏 對 雙贏 對 雙贏 快快落落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非常感謝今天 魚越署企劃組的組長 王耀青 王組長來到節目中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謝謝 拜拜